来 图老师 高中认识八年 也算是青梅竹马了 挺美好的 后来走进了婚姻的殿堂 有一套房子 有一辆车 虽然是贷款的 但比很多现在正租着房 坐公交车和地铁 上下班的年轻人要幸福 有一个孩子 跟很多到现在为止 还没有孩子人相比 也很幸福 那为什么偏偏 我看到的这三个幸福的条件 你们身处其中却不幸福呢 所以是不是有必要反省一下自己 你有那么不幸福 好像没有 任何一个人都有成熟 幼稚的这样的一个阶段 你说说到那句的时候 你就眼泪掉下来了 你说活生生把一个娇女子 逼成了一个女汉子 我发现你身上现在太多的 粘合了一些世俗的东西 你听听你刚才说的那些个话 第一 你似乎永远觉得 你们俩真正在一起 是白了酒之后 而不是一三年扯了症之后 第二 你看周围的人都比他混得好 是这个男人有众多的不足 对孩子不负责任 挣钱挣得少 不求上进 但这所有的一切是造成你真正痛苦的本源吗 我认为不是的 是从你自己内心深处 你觉得你过得不如人家 所以你不幸福 我的老公不如别人 我的生活不如别人 我这日子哪哪哪都不是 所以在刚才我所认为的三个幸福的条件 你根本没有珍惜 倒是男生我感觉幸福指数很高 我想告诉你 男人可以 没有太大的野心 有些人就是平平淡淡这样过来 对吧 但男人不可以不勤奋 你说你没本事赚钱 你带个孩子你不会带 你打什么英雄联盟吗 家务活一些细致的东西不能干 男人有没有能量 并不在乎你挣多少钱 但是你有没有这个心去扛起这个责任 所以其实总而言之那句话 这个家庭我认为是可以变得很幸福 但是你不要老是觉得自己不幸福 如果这个时候你能够放弃那些所谓的不幸福 沉下心来 很好地去引领这个男人 去鼓励他 也许这一关就过了 对